要说吴磊是跟武术有渊源 人家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据说是背着一把剑去 对 我的确当时考学的时候 才艺展示就是武剑 拍古装戏其中打戏成分很多 就是你做过的最危险的动作 曾经拍一部戏是一个双人的薇雅 然后有一个女孩带着我飞 薇雅有点晃动 她就害怕了 然后她就把眼睛给捂住了 然后她有把剑 然后就反过来 就朝着我就过来了 一仰脖子 然后我就看那个剑 从我这儿就过去了 其实拍拍打戏真的需要 状态非常好 精神特别集中才行 没错 要不然我们中国的功夫电影 为什么在全世界那么受欢迎 对 对 对 去年的春晚就有一个节目 很抢眼 那个少林魂 有两万个少林的弟子们 在那里做表演 然后非常整齐 然后招式非常的犀利 然后特别的帅 特别有那个男儿气概 对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短片 还是那些演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亚洲之多少的环节 他们刚才这段表演的视频当中 一共有四个招式 还记不记得 我已经被震惊了 就是我光沉浸在他们那个动作里面 完全没有记住任何动作 我就猜到你是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我特别把他们团队当中的 一位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有请李达 两位老师你好 李达你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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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那一个套路 由于你看得不够认真 我请李达上来 挨个拆解动作 你来猜这个招式的名称 好不好 没问题 好 我现场给你一个提示 大屏幕出十个招式的名字 你可以选 李达就把刚才的那个短片当中的招式 一个一个地再展现一遍 好不好 第一个 如果不看答案的话 你会直接有灵感吗 你给这个招式起一个名字的话 回你胸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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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确定一下 这不是顺手牵羊吗 算有牵羊 有这么牵羊的吗 感觉这像是类似什么 金刚拳什么的 对 我们看看有没有 还真有个金刚 金刚倒坠 金刚倒坠 对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 野马分钟 顺手牵羊 再见了零位就牵走了 我觉得是暴虎归山 暴虎归山 刚才有人说对了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过不去了吗 野马分钟 对 野马分钟 对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真的想看一下 顺手牵羊 你会吗 哥 不会 没有这道 没有这道 这要是所以是节目组出来 就是烟雾弹是吧 今天这个乌磊来到我们的现场 除了要参与我们刚才 这个亚洲之多少 这个环节 这些答题之外 还要进行一个挑战环节 我跟他对打 那我就先出去 学一点点招式 好 教几招 膝盖弯曲 伸步 与肩同宽 起手 下沉 沉到垮步 伸腿 对 提膝 对 白鹤 亮色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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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